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那它的通膨 六月的时候到了最高 到9% 然后七月八月九月降下来 但是速度很慢 那另外你要看像德国跟英国 欧盟那边其实涨得更凶 英国9,9月的时候 德国从到10 因为它的能源价格 涨得太多 特别明显然 伤害了自己的股价 对韩国 更加坏了 伤害了 对能量的力量 和购买的货责 的货责和责责 所以才能量的货责 在第三季 和轻轻轻轻轻轻 直到这里在Washington 和尚中也有关 所以在國際的價格都這麼高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在跟國外去買這些能源什麼東西的 那個進口價格就會變得很高嗎 所以在這個進口原物料價格這麼高的情況下 我們的WPI也是十分高的 所以CPI要降下來其實真的還不太容易 那之前掉到2.66今天2.75我覺得會下來了 但是會很慢 國際的趨勢是這樣台灣趨勢大概也是這樣 所以這個問題可能還會再持續一陣子 我們的感覺是這樣 老師因為我們看主機處最新公布的是 9月是2.75 因為從3.36降到2.66的時候 大家覺得那個降幅非常的大 然後可是其實大家完全沒感覺 我也不懂為什麼這個可以降幅這麼大 其實我們升息幅度很微弱 對可能裡面會有一些單獨的項目 比方說電子產品還怎麼樣 可能降的比較多 可是你看平均的話還是3.06 所以現在雖然央行估計全年是2.98 那也有一些單位估計大概會過3 我覺得基本上大概可能會在3%左右在台灣 那主要還是要看國際的情況 雖然說美國有抑制一點點 那現在國際的能源價格 最近有一些不同的消息出來了 那我們對台灣來講 其實碰到一個蠻大的問題 其實不只台灣 大概其他國家都是這樣 就是美元升值得很快 所以大部分的貨幣對美元都是貶值的 那我們知道國際上交易 9月對9月這個掉的很快 看起來還不錯 可是問題是新台幣貶值得很厲害 所以你看如果用新台幣計價的話 因為這次討論新台幣計價 我們的頓售還是進口物價還是17% 所以這個還是一個很大的麻煩 意思就是說廠商買的這個成本其實還是很高 那在這個成本很高的情況下 它反映在CPI上面 那那個價格就還是會很高 所以其他國家大概都碰到同樣的問題 像日元、韓元扁得比台灣還嚴重 所以它進口產品的價格會相對顯得比較高 用本國貨幣來表示的時候 那意思就是它國內的通膨就會受到國際通膨的影響 所以要抑制下來就蠻難的 所以台灣的情況也是非常類似 但是因為我們看這個生產者物價指數 其實就是在9月的時候 又是大幅的往上升幣 8月的時候 所以這最主要還是受到這個 就是美元升值的影響 美元升值影響進來的東西 那能源的價格 本來大家都覺得能源價格要下降 結果 惡物戰爭現在反而變得又再擴大 包含了北溪1號、2號被炸掉 這個OPEC 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要決定要每日 石油的產量要減少200萬桶 這跟美國的要求不太一樣 我們看這個選擇 我們看這個選擇 both disappointing 和短暫的 尤其是我們 有一個國際的經濟 那是負責 責責責責責 從COVID 以及 俄羅斯和 Ukraine 責責責責責責 我們一直都說 我們都說 責責責責責 責責責責 我們都說清楚 我們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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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我們都在做很多項目 那影响还蛮大的 就是攻击面这方面的推动的 就是说这些因素本来想把它抑制下来 看起来那个状况好像并不是那么顺利 所以你攻击面不够 所以现在的国际的价格还是油价还是很高 那油价推升的这个交通的价格 也是一直很高 所以攻击面的控制其实不是很好 那现在美国一直升息控制需求面 但是你需求虽然被抑制了 可是攻击一直不出来的话 那个价格还是还是还是蛮高的 所以这一次要控制通膨 感觉上那个效果就不是那么好 就是说它时间会拖会拖的 可能比大家想象中还要还要更长 因为我看那个主记处 它是讲说我们会再往上升一些 最主要是因为那个八月底九月初 因为台风带来好远 所以造成蔬果的价格 蔬果的价格的上涨等等 这些是一个怎么讲 就是说我们有季节性的因素 但是还有一些因素像蛋的价格 就持续一直很高 这个是我实在是没办法理解 因为养鸡下蛋是需要一些时间 但是我们的蛋价已经涨了快一年了 这段时间里面应该主记处会鼓励 或者农委会应该鼓励大家赶快 赶快增加机制的饰养 因为蛋价很好 但是看起来并没有 我们的蛋价还是维持在 很高的这个价格上面 那你最后这个CPI就整个被推升 我们现在是食品的价格 最主要是我们食物的价格 大概才是五点几六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每个月固定会买的东西 像什么沙拉油、卫生纸 这些大家经常碰到的东西的那个价格 都还是维持在五个%到六个% 那这个是大家最有感觉的 因为CPI通常是讲所有商品价格的平均嘛 那包含了像什么电视、冰箱、电脑 这些价格都平均在里面 可是问题是那些电视冰箱不是你经常买的嘛 所以你不太会有感觉 但是如果你去买这个便当或者买卫生纸 沙拉油这个天天在买 结果你发现哇这些价格都涨了10% 20% 所以你就感受就是说民众的那个感受 其实比主基数算出来那个3%的通货膨胀 那个感觉上会严重很多 现在大家感觉就是这样物价涨得很厉害 他们讲的数据很简单 可是民众买的实际的发费其实是更高 因为我看他如果说输果的话 那这个核心CPI 其实已经扣除能源跟输果 就反而还是在增加 对像有一些因为油价上涨嘛 所以你的交通的交通的价格 可是我记得9月的时候 8月9月其实油价的降幅还蛮大 对 所以这个问题 我觉得跟进口的商品的价格 还是有点关系 因为最近这两个月新台币贬值得很厉害 所以你进来的那个成本都在都在上涨 所以这个就会推升了那个厂商的成本 所以他卖出去的价格也在上涨 所以像主基础他之前有认为说 我们通膨其实已经开始逐步往下掉了 所以看得出来说这一次新公布的还往上调的话 代表我们的通膨根本还没有到触顶往下走的趋势 我觉得可能会开始往下降 从美国那个例子看得出来 他从9到8.5 8.3 8.1 他可能会往下降 只是说下降的这个速度 跟幅度 可能会比大家预期的要慢一点 本来我们讲说从3.36降到2.66 那个降幅是很大的 可是看起来这个只是一下子而已嘛 对吧 你看马上9月份就到2.75了 我觉得9月份过了以后 这个数字大概也不会降太多 大概2.7或什么 就是有在下降 但是速度速度很慢 所以就是这个CPI 通货膨胀的那个影响可能时间 会拉长 对 那像10月10号的时候 那个俄罗斯又轰炸那个乌克兰基辅 所以是不是会造成我们在物价上 会有一些波动 我觉得应该会是 就是说本来大家觉得能源问题 会慢慢解除嘛 那北溪1号 北溪2号被炸 这个会答一个问题 那另外 粮食的价格 本来觉得应该 未来可以减缓嘛 但是大家知道粮食很重要的是乌克兰 是很重要的粮食出口 那现在如果说战争又开始紧张 那乌克兰本来在南边的港口 可以出口一些大宗的这个玉米啦 小麦这些东西 你万一如果又被限制住的话 那国际的粮食价格 又还是维持高档 所以二部战争绝对对于我们的能源 粮食价格的供应 是一个很不利的消息 对 那最麻烦是 本来大家以为战争很快结束 那现在看起来一直要持续下去 所以就是我 至于我讲这影响到供给面 那这些供给面的因素 一直没办法消除 那就会一直延续下去 所以变成是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就是这个通膨很难降的下来 就是升息会是继续 而且原本说在明年的第一季 美国可能就是升息完就会暂停 可是看起来这如果恶物战争 还是没有停的话 变数其实始终存在 对 我们在搜尋摄影棚全天后都是用水神 空间比较大 可以使用的是这一组是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么如果说空间比较小 两到三坪左右 或在车上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比较迷你的水神 烏滑器在车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来到快点购来买 送水神一举两得 好